譬如虚弥山王 出于海面 虚弥是印度化 这是这个单位世界最高的一个山峰 全称为虚弥庐山王 虚弥庐 我们就称为了虚弥山 中国人喜欢简单 那是山之王 佛经山将是座大山 虚弥山第一了 此山非世间吐氏 这说明了不是世间吐氏之山 纯是四宝所臣 古云无有杂烩 皆一心类 唯是重宝庄业 虚弥山 是一个小世界的 中心 一个单位世界的中心 过去 过去 确实 有意思 误会 虚弥山 就是喜马拉雅山 是地球上 最高的一组山 佛经上 常常讲 血山 血山 确实是喜马拉雅山 不是 虚弥山 虚弥山 不在地球上 啊 经上 经上讲得很清楚 太阳 月亮 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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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弥山的 腰 虚弥山的 中间 旋转 啊 那么现在 天文学家 告诉我们 太阳 月亮 确实 围绕着 银河系 旋转 我第一次 跟黄年老 见面 就谈到 经上 这个问题 这 他就告诉我 佛经上 讲的一个 单位世界 实际上 是现在 天文学家 发现的 银河系 一个银河系 是一个 单位世界 那么一千个 银河系 组成 才叫一个 小千世界 以银河系 为单位 那么一千个 小千世界 是一个 中千世界 一千个 中千世界 是一个 大千世界 这样 一千 乘一千 再乘一千 十万亿 所以 一个大千世界 十万亿个 银河系 这是普通 一尊佛的教区 也称佛了 称佛 你教化 中心的范围 多大 最小的 最小的 是一个 三千 大千世界 三千 就是 小千 中千 大千 换一句话 是 最小的范围 是十万亿个 一尊佛系 摄加摩尼佛的 教区 摄加摩尼佛在地球上 印身 灭度了 他的真身 没灭度 真身 不散 不灭 印化身 并不在这个 三千 大千世界 十十多多 星球当中 这个说法 说得很好